议员赖燕雪长期深入地方关怀乡亲们 日前协同左岸关怀协会 在南投民间各地办理了社会保险福利 社区巡回讲座 期盼为民众权益把关 在社区与乡亲们互动的同时 也更清楚了解民众的需求 民众们纷纷向议员表示 期盼能有大型医院在南投设立 左岸关怀协会特别下乡来做宣导 对我们的年金老保农金 还有那个农保年金 国民年金 做一个加强宣导 让我们的乡亲是可以更严格说 我们这些年金对我们的管理 我们要怎么来建筑 尤其在基层很多我们的乡亲 来欢迎我们的导管 属于一个偏向的地方 尤其质量较乏 那么我们的医疗资源也分配不足 那么也没有比较像样的一个 大型的一个教学医疗院所在这边 让我们很多的乡亲 担心还是要检查 还是都要后送到我们台中市去 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乡亲希望说 在政府的一个努力之下 能够争取我们大型医疗院所进驻 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瓶颈 地方民众若重大伤病 往往都需要到临近的彰化县 台中市就医 若是复诊 往返周车劳顿 对许多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南投县是属于比较偏向的一个地区 我们医疗资源的分配比较不平均 我们在这个政客所在 要看病院很不方便 尤其是我们大病都没法在我们在地医医 跟我们当前也没法在地医医 希望政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建筑到我们大型医疗院所来进驻 解决我们的一个民谋 南投地广人稀 大型医院进驻医院第一 议员赖燕雪 长期在医师殿堂中呼吁 县府一定要积极争取大型医院 那么燕雪在议会 长期的关注我们医疗资源的问题 希望政府部门能够赶快加紧脚步 来争取大型的教学医疗院所 在我们南投进驻 尤其是南投县的老化越来越严重 我们老都会走上这个生老病死 希望说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方便性 跟我们的一个福利的一个确保 希望政府能够为我们老百姓来争取 有同理心赶快争取 大型的医疗院所来进驻 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 议员赖烟雪 期盼县府重视民众需求 积极争取大型医院 以让县民能够得到较好的医疗照顾 每一新闻简余芬南投采访报导